今天是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五评节目 昨天晚上在说评节目中 我们更改了之前的判断 在昨晚的节目里我们提到 可能触发短线市场回调的两个因素 分别是 第一个上证指数 补掉了上方2976点的跳空缺口 第二个则是中国内地的疫情 出现了明显的拐点 我们认为这两个条件 只要出现任何一个 市场就会迎来短线的调整 此外从上周开始的节目中 我们一直强调 大家不能死抱着一只股票不放 灵活轮动的操作是作为稳妥的方法 那么从今天上午的情况来看 盘面是基本上符合我们的判断 首先是市场轮动方面 今天上午领跌的是前期涨幅较大的创业板 跌幅是达到0.72% 而涨幅领先的则是换成了 前期比较弱势的上证50 互升300以及中证100指数 另外这些指数目前在日科线图上 也都还没有补掉上方的跳空缺口 此外从上午的北上资金上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变化 今天上午北上资金是净流入5个亿 其中互股通是净流入10.6亿 深股通则是净流出5.6亿 另一方面在个股层面上 这种轮动也在发生 上午个股层面上 补涨的情况非常普遍 比如说像特斯拉锂电视题材中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 这个题材中的龙头股宁德时代 是下跌了3.12% 但是在这个题材里面 前期涨幅落后的一些个股 今天上午则是继续表现出了补涨的态势 比如说像新元财质 今天上午涨幅就依然是达到了8.51%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手上的个股 还没有怎么涨过 那么在大盘开始回调之前 都会有一定的机会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 今天上午市场的分化 还是非常明显的 上午互生两市 扣除客战板和ST以后 涨停板加速 是比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另外一点就是 今天上午涨停板数量 和跌停板数量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目前的操作策略 今天上午市场表现出的是 一个板块轮动 补涨的节奏 前期的热门题材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 这个时候 我们不建议追高 而是可以去挖掘那些 还没有涨过的品种 或者是热门题材中的 补涨品种 但是一定要切记 在操盘节奏上 快进快出 那么这是今天的五评节目 我们今天收评再见 谢谢